黑焰直竄天際現場濃煙密布 由於火勢延燒快速 數公里之外 不管從哪個角度來看 天空都被濃濃黑焰漏罩 仔細看鐵皮工廠大火狂燒 事情發生在19號下午3點多 屏東綁寮用翔路這間 輪動工廠發生大火 燃燒面積大約300平方公尺 後面不知道是哪裡 消防人員互報之後 出動19車35人前往搶救 到場之後趕緊布水線 在一個小時之後 順利將火勢給撲滅 但一名70多歲的陳姓員工 第一時間來不及逃出來 布家人指示 裡面有一個工人在裡面 實施加工受困在裡面 16時46分撲滅猴士 找到受困者魚品 據了解陳姓老翁 兩三個月之前 陳租廠房 屯放機油做相關買賣 一個禮拜採訊一次廠房 這回卻不幸密喪火庫 後續交由警方處理 期貨原因還有待調查 記者李晴 陳怡榮 屏東報導 因為我來 cort部分 你看看 錄製 李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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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